摩托骑士为了闪避路检 失控撞飞了执勤的陆路交通局官员 刑犯请早被带到波德森推市庭 获准延长扣留四天做进一步调查 初步调查显示 照获骑士前科累累 曾经涉及多宗毒品的犯罪记录 至于遭遇无望之灾的陆交局官员 腿部和手部受轻伤 已经获准出院 但是目前还是先有余悸 摩托骑士无视陆路交通局陆检 还把执勤官员迎面撞飞 嫌犯今早8点45分 被波德森警方压到推市庭 获准延扣四天 警方将根据刑事法典第353条 使用武力妨碍公务角度进一步调查 案件发生在昨天早上11点左右 地点位于芙蓉和波德森大到28公里处 陆路交通局当时在有关路段设立陆检 照护摩托车骑士非但没停下 还全力加速 失控撞飞执勤官员 陆路交通局资料显示 骑士现年25岁 拥有两项黑名单记录 当中包括摩托车的路税和驾照 早在11年前到期 波德森警区主任爱迪山随后也发文告证实 骑士刑事前科累累 一共有8项涉及毒品及其他罪案的犯罪记录 被撞飞的执勤官员事后第一时间 送往波德森医院接受治疗 腿部和手部受轻伤 并在当天获准出院回家修养 尽管商事轻微但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他事隔一天依然惊魂未定 摩托车官员撞飞的画面震惊全国 顿时把陆交局官员的安全问题 推上风口浪尖 森州陆交局总监指出 将会重新检讨设置陆检的标准序程序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演 杜交局总监点出 这次的意外是一记警钟 当局将根据情况 拟定更全面的执勤指南 但也强调这次的飞撞事件 不会交惜官员的执勤热忱 感谢观看